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可思议的证据背后 又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今日敬请关注传奇故事制 此房不可买卖 徐大爷他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 他有三个儿子 按说这年纪应该已养天年了 谁知道徐大爷这些年是越过越糟心 怎么呢 事情是这样的 前些年徐大爷的老伴去世了 而从那之后徐大爷的身体也得了重病 需要做手术 因为徐大爷急需不多 而且他又不想给儿子添麻烦 就想着把自个儿在上海奉贤区的那房子给卖了 结果谁知道这房子挂牌出售之后 麻烦事就来了 什么呢 大家先到那徐大爷家看看就知道了 在房子大门和墙上都被人写着这样的大字 此房不可以买卖 不可以自配钥匙 而且不仅在房子外墙 就连房子里边的那墙上也写着 此房有争议 不可以买卖 那个画面着实是有些触目惊心 这是谁写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怎么回事 说起这人吧 徐大爷就气不打也说来了 他说这人不仅在他房子里头写大字 甚至还撬了他们家的锁 强行住了进去 这越说越荒唐了 八十多岁的老先生被人赶出了自个的房子 有家不能回 得了重病 还不能卖房子 看病 这不是把老人往决策刀 这不是把老人往绝路上逼吗 为什么不让父亲卖房子呢 谁知道说起这个事呢 徐大爷的小儿子 那徐大爷的小儿子徐准呢 不过说到这儿的一些人可能还是不理解 你想要继承母亲的份额 那就跟父亲和两个哥哥好好商量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要用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呢 按照徐准的说法 他所做的这一切 那是因为父亲和两个哥哥实在不讲理 太言而无信了 说这事的时候 徐准还特意把记者带进了房间 这里放着他母亲的遗像 面对母亲的遗像 徐准非常激动 一颗公司 不要 按照母亲的 几颗就可以了 给他叫小子 给他按照的啊 只要一个 不这表 这表 给他叫小子 一日 按照徐准的说法 两个哥哥那经济条件都比他好 当初他们都说好了 不要这道房子的 可如今呢 哥哥们不经他同意 就要和父亲一起卖到房子 这分明就是想争夺属于他的那一份 而最重要的是 在他看来 哥哥们根本就无权继承母亲的那一份 为什么呢 徐准说 母亲从生病到2013年去世 一直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 他两个哥哥根本就不管 所以在徐准看来 既然你们不赡养母亲 那就没有资格继承 而且徐准还说了 他也不是强行住到这套房子里来的 按照他的说法 母亲死后他就搬进了这套房子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母亲临终前特意交代的 为什么徐老先生如今在外头租房子住呢 徐准就解释了 那是因为父亲为了看病方便 特意在市区租了套房子 而说起父亲呢 徐准也非常激动 他说父亲生病之后 又是他一个人忙前忙后的 徐准说母亲死后 他就一直陪伴和照顾着父亲 那之所以跟父亲关系比较不好 那只是因为一些家庭琐事 所以为了索要自己的合法权益 徐准就把父亲和两个哥哥都告上了法庭 要求继承父母唯一一套房子里 母亲留下的份额 以及母亲名下的其他财产 从徐准的说法来看 母亲生病都是他一个人照顾 他想要继承母亲的遗产 看上去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谁知道一听徐准的这说法 不仅仅徐准的俩哥哥觉得难以置信 就连徐准的父亲都觉得荒谬至极 按照他们的说法 徐准所说的一切都是假大 他完全是在颠倒黑白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事就得从头说起了 据徐大爷说 他和老伴一共生了三儿子 不过大儿子和二儿子都不在身边 他们分别在外地的奶奶和外婆家长大 都是成年以后才回到上海工作成家的 而小儿子徐准则不同 他是徐大爷夫妻两个亲手带大的 按理说小儿子是他们自个亲手带大的 应该也会对他们更亲近一些 但是让徐大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偏偏就是这小儿子徐准 一直给他添麻烦 也一直让他和老伴觉得心寒 怎么呢 徐大爷说年轻的时候 他和老伴经济条件还不错 所以从小到大 徐准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成年之后他也一直没有工作 后来结婚了 也是他和老伴给他买的房 徐大爷说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有能力 他们都自个儿在上海找了工作 买了房 正因为如此 徐大爷和老伴就比较关心 这没有工作的小儿子徐准 经济上呢也一直照顾他 可谁知道徐准呢却一直不争气 他不但游手好闲 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甚至因此还把自个儿的房子给输掉了 当时得知了这件事的时候 徐大爷和老伴真的是恨铁和陈刚 本来呢也不想管他了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老两口又心软了 又给他准备了一套房子 那这个钱后来哪去了呢 做投资 当然没有 徐准没有借到自个儿的臭毛病 拿了钱又去赌了 结果又输了 后来老两口吸取教训了 我不给你钱了 我出钱投资做生意 让小儿子来打理 给工资 这总行了吧 可谁知道按照徐准哥哥的说法 表面上徐准的确是一直在帮父母做生意 可背地里呢 他却偷偷的拿钱又去赌了 到头来钱没了 生意也垮了 不过对于这件事呢 徐准却不这么看 他认为生意失败的原因是在于父亲 他的想法太善变了 那双方谁说的是真的呢 这个我们就不好往下结论了 真实的情况可能也只有他们自个儿才知道 不过徐准的哥哥们都说 哪怕不算生意的事情 弟弟徐准也实在是对不起父母对他的关爱 咱们呢 原来因为常年赌博 徐准的这个婚姻生活没过几年 这就结束了 后来呢 他就独自一个人抚养着儿子 本来因为赌博的事 徐大爷和这个老伴都不准备 他救助他了 可是看着漂泊不定的儿子 老来口当时又心软了 给他准备了第三套房子 但这回呢 徐大爷老两口呢 是吃一欠长一智 他们没有把房子直接送给儿子徐准 而是把房子送给了孙子 但是产权呢 登记在了徐大爷老伴和徐准儿子的名下 徐准只有居住权 首先他在高兴的房子 别来女子 经历的那个房子呢 我像是别来女子 当时我身上的小红呢 是徐准别来女子的 这个是一个是用具 不是前右 前右那一女子呢 把那个名字按不成你了 我女个呢 是前右 在徐大爷老两口看来 这方法应该算是万无一失了 既保证了儿子孙子有地方住 房子又不至于被卖掉 在这之后老两口也终于放心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 在徐大爷的老伴去世之后 徐大爷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他发现儿子徐准根本就不讲任何的道路 遇上一个不将里的儿子 怎么办呢 徐大爷说后来没办法 他只好同意卖房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儿子徐准也真是够绝情的 卖了房子之后 他就自个儿拿了钱 徐大爷一分钱都没看到过 每次说到这儿 徐大爷就一枕心海 想想也是 仔细算下来 徐大爷老两口已经给儿子在上海 实际买过两套房 这样他自己不要 但也是拿了钱的那一套 可以算得上是三套房了 虽然徐大爷和老伴经济条件不错 但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事实上 为了给儿子买房 他们的生活 早就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而且徐大爷还说 除了给小儿子徐准买房 他们还要不停的帮他收拾烂摊子 因为常年赌博 徐准在外头欠了是一屁股的债 每回债主找上门 都是他们这两个当爹当妈的帮他还 后来不仅仅是徐大爷不愿意再见两儿子 就连当地的居委会都说怕了他了 不过说到这儿的一些人可能会说了不管怎样 按照徐准的说法 在母亲伤病的时候 他还是一直在照顾 至少他对母亲还是不错的吧 可是一听这话 徐准的哥哥们和徐大爷就更加气愤了 他说这一切都是徐准瞎掰的 事实上因为徐准赌博的事情 徐大爷老两口已经十多年都没跟他联系了 徐大爷说本来他也不打算再跟儿子 徐准有任何的瓜葛了 老伴去世之后他也没有多少积蓄了 就只剩下上海奉贤区的这套房子 本来呢是准备养老的 只是人算不天算 老伴去世之后他的身体也不好了 需要钱做手术 这也是没办法 他才想到要卖的这套房子 结果谁知道这时候十多年没联系的儿子徐准 偏偏要来插一脚 怪不得徐大爷心里头郁闻 不过在徐准看来不管他和父亲哥哥有什么矛盾 他都有权继承母亲的遗产 也有权分这套房子 不过就在这时候的徐准的哥哥们却爆出了一个惊人的猛料 他们说弟弟徐准这是他自欺欺人 他早就知道自己没权利分这套房子 怎么呢 原来他们三兄弟之前有过一份协议 据徐准的大哥说 母亲去世之后 为了让父亲的生活有保障 他们三兄弟特意做了个公证 内容就是说 他们三个儿子把母亲房产中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全都放弃 归父亲徐大爷所有 三个儿子包括徐准都签了字 既然有这样的公证 那事情就非常清楚了 徐准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来要求分这套房子 可谁知道事情说到这儿呢 徐准就激动起来了 他说他承认当初他和哥哥们是做了公证 但是如今他反悔了 因为他觉得自个儿被俩哥哥给骗了 而且对重要的是他手上有一样东西 这样东西的可以推翻他当时的签字 那么徐准到底有什么东西能推翻之前的公证呢 事情最后又到底是个怎样的结果呢 刚才我们说到徐准的哥哥们都觉得弟弟根本就无权分配父母名下的房子 于情父母已经给了他太多 于理他们三兄弟早就做了公证 放弃了这套房子 可谁知道说起三兄弟的公证呢 徐准就更加的激动了 他说他现在反悔了 因为他觉得他自个儿被哥哥们欺骗了 其实是一个阴谋 这是第一次一个哥哥 中国要白白人 阴谋 这就是同学说起的 按照徐准的说法 他并没有放弃房子的这个产权 当时哥哥们是这么跟他说的 因为母亲没有留下确切的遗嘱 房子要分的话 他们三兄弟和父亲都有份 那样的话将来过户什么呢 会比较的麻烦 徐准坚持认为自个儿是上了哥哥们的大 被他们骗去签字的 不过徐准的哥哥们却说 弟弟根本就是蛮不讲理 事实上房子留给父亲 这也是当时重病母亲的意思 想想也是总不能奋斗一辈子 老先生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吧 可即使如此 徐准最终还是将父亲和哥哥们 告上了法庭 要求继承母亲留下的房产份额 和其他财产 可是说到这儿 一些人可能就觉得奇怪了 三兄弟都做了公证 放弃了房产 徐准凭什么再来要房子呢 谁知道就在评审过程当中 徐准拿出了一张东西 那是个小本 他说这样东西可以推翻 之前他签字的那个公证 那是什么东西呢 原来虽然看上去 徐准的那个思路比较清晰 但是他其实是一名残障人士 而他所说的那样东西 就是他智力三级的残疾证书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张残疾证书签发的时候 是在他们三兄弟去做公证之前 放弃这个 这个属贞黄我 就是这个继承权 这个签名行为 他认为是 当时属于是无明式行为能力了 相信看到这儿 许多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徐准原来是个智力残障人士 也正因为如此 在徐准看来 在公证上签字的时候 他是无明式行为能力的人 所以就算签了字 也不能算数 这么看的话 徐准的说法似乎是有几分道理了 不过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看到弟弟拿出来的那个残疾证书 徐准的哥哥们就更加忍不住心中的怒火了 难不成这残疾证书是假的 那倒不是 关键是这个残疾证书的来历 原来徐准并不是先天性的疾病 他是因为债主追上门被打伤的 按照徐准哥哥一方的说法 因为徐准受伤的地方是在单位 所以单位也就照顾他 才帮他办理了这个残疾证书 在徐准哥哥们看来 这也是他自个儿造成的后果 但是不管怎样 残疾证书那是真实有效的 那既然如此 那他到底能不能推翻三兄弟之前做的公证呢 那我们来听听法官的解释吧 我们要求他是对那个根据当时的病史资料 提供相关的当时的病史资料 进行重新进行一次进行界定 能够做是否来判断 所谓服务民事行为能力 还是所谓现实行为能力了 所以对这个呢 他没有举证 没有举证 所以我们最终在判决的时候 认为他没有提供证据 作为否决他的观点 我们最终就是采用了这个公证文书 作为是有效的一个法律证据 看来三兄弟签的公证书还是有效的 也就是说房子的事情算是基本确定了 不过这事还不算完 徐准后来还提到 母亲生前不仅存有金条 而且还有股票 这事是不是真的呢 对此的法院也做了细致的调查 我们两处银行当中调查下来 没有就是金条存放的一种保险项 这个义务 所以没有金条的 就是主要剩下的就是股票 那么包括股票上面剩下的 账户上面的一些款项 那么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呢 由于当时三兄弟在公证书上 只是对房子进行了认定和处理 并没有对股票进行分割 所以按照继承法 徐准是可以继承 已雇母亲股票上的份额的 据调查 这笔钱的有将近54万 因为徐准的两个哥哥都表示 他们俩在股票上继承的份额 全部都归父亲所有 所以最终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第一 徐大爷可以继承将近40万元的股票资金 原告徐准继承13万多块钱的股票资金 第二 驳回原告徐准的其他诉讼请求 也就是说 房子最终归徐大爷 一个人所有 回过头来看整件事情 我想起了这么一句话 人生可以追求 但切莫攀比 你也可以虚荣 但一定要靠自己 父母给的那叫背景 自个儿打下来的 才叫江山 如果一直靠父母只会做伸手啃老族 长大不成人 最后的结果不仅仅是苦了父母的一辈子 更是浪费了自个儿的一生 所以说呀 珍惜父母 珍惜亲情 也珍惜自己 别把家人当摇钱树 否则的话 最终的结果只会害人害己 好 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呢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 感谢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